它比我的手大了快要兩倍 再跟我臉一樣大咧 沒想到紅豆去結合牛肉排的時候 它本來是會讓牛排這個鮮味 再多了一點點 好酸喔 它是整個鋪好鋪滿 為什麼這些店家都可以搭配出這麼奇怪 但是又這麼好吃的商品啊 真的好好吃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啦 今天要開箱的新品是由漢堡王推出的 萬丹紅豆牛肉榜 那其實這個商品呢大約在兩個月前 也就是6月的時候呢 漢堡王就已經推出了 當時呢就非常的想要去拍 結果呢上網查一下之後 只有在屏東有賣 所以後來呢就放棄了 沒想到在今天8月9號 終於在全台線店推出了 於是我們就馬上衝來嘗先看看 我們後不動手直接去點餐吧 哈囉 哈囉我們的餐點來啦 今天呢點的是套餐 169元 其實算是還蠻便宜的 單點的話呢是129元 個人覺得套餐比較划算啦 所以就直接點了套餐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主餐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天是第一天 它的包裝竟然是用白色的這個紙去包裝 然後上面呢黏了一個這個商品的名稱 我發現這漢堡其實很大耶 跟我們之前吃過的漢堡王的漢堡比起來呢 感覺至少有1.5倍大 它比我的手大了快要兩倍 真的是非常的大的 其實之前我沒有吃過一些漢堡王 像是香菜堡啊之類的 真的就比這個小很多 感覺這一次的份量呢 給的算是滿足的 打開之後超多紅豆的耶 然後還有一層起司跟肉排 這牛肉排的部分呢 其實也給的非常的大塊 它跟我臉一樣大了耶 這個套餐只要169元 以漢堡王來說呢 其實已經算是非常的划算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吧 第一口吃下去呢 這個牛肉排的部分 味道非常的出來 碳烤牛排的感覺 接著呢會有一點點起司的味道 我們再接著吃吃看 好吃耶 第二口呢 我們就有吃到紅豆的味道了 因為它咬下去的時候呢 紅豆的味道就會現出來 可是它們有一點點的甜味 馬上牛排的味道就會進來了 沒想到紅豆去結合牛肉排的時候啊 它反而是會讓牛排這個鮮味 再多了一點點 紅豆的味道我個人覺得 不味道非常的強 主要還是牛肉排的味道 然後最後呢 它會有麵皮的味道跟口感進來 好酸喔 等一下看一下吃到一半的這個鋪粉 它的紅豆真的算是很厚的 不是那種淡淡鋪一層而已 它是整個鋪好鋪滿 再吃到中間之後吃蠻多的喔 為什麼這些店家都可以搭配出這麼奇怪 真的是用這麼好吃的商品啊 真的好好吃喔 因為我覺得如果單吃起司加牛排的話 可能吃到一半 就會開始覺得有一點點膩了 但是又因為搭上鹹甜鹹甜的這個紅豆之後 真的是可以直接把它吃光 牛肉排的部分啊 也比之前我們吃到的 還要再更厚實一些 這個炭烤的部分 煎到剛剛好 處理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太好吃了 這次的這個萬南紅豆牛肉堡 除了它CP值超高 也超好吃的 我個人覺得可以給到9點5分 真的是超棒的 希望大家有機會呢 都可以來嘗試看看 真心覺得好吃 好啦 那我們這次的新品開箱呢 就到這裡 到一段落啦 這讓我覺得還蠻驚艷的耶 第一個寶王 大家一般所熟知就是單價稍微偏高一點點 漢堡呢也稍微偏小顆一些些 這樣一整個套餐竟然只要169個 真的算是非常的便宜 只要是推出那種限定商品 價格大概都會是坐落在200元上下 1969元真的已經算是非常的便宜了 第二個呢就是它的份量 那漢堡的大小呢 已經快跟我的臉一樣大了 這個漢堡真的是大到讓我覺得 喔怎麼可以大成這樣 而且除了它的外表很大之外 它的內餡的部分也給的非常的足 滿滿的萬丹紅豆 所以我覺得它的CP值呢真的是非常的高 也就是為什麼它可以獲得這麼高分的原因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以後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期見吧 掰掰